他原本是來自一個窮鄉僻壤的街邊測鞋仔 長大後爬升到警隊的權力中室 成為擁有最高警權力的華人 他是警隊呂獲樹榮 近層獲英女王秀芬 又成為推動社會公益體育活動的社會營大 但背後他是操控著地下世界四大家族 建立警隊龐大貪污集團的幕後黑手 是黑白兩道可謂隻手遮天 連大獨囂逼圖都在庭上大爆被他苛索賄款的內幕 他單是一個月收取的賄款 就可以在灣仔買到五個住宅單位 最終他成為通緝犯在海外中路 本頻道《解密舊香港》系列 將會一連兩集 解密上世紀香港總話探長 屢落的法績故事和他的貪污秘密 網上關於屢落的資料可謂十分之豐富 而他的故事也多次改編成為電影 而當中有幾多是真實的內容 又有幾多是光無傳聞 就難以一一證實 本集特別翻查1950年代至80年代 這幾十年間有關屢落的幾十篇新聞報道 和參考一些有著名資料來源的檔案 整合而成 內容給一般坊間的資料根據真確性 更加發佛到一些屢落先為人知的事跡 在二戰之前 香港華人社會已經有 好診不當差這句說法 所以當年的社會 很少本地華人願意做警察 而當時上環的三角碼頭 就是有很多孤雷和小販 為新計而在這裡開工 因此警方很多時都在三角碼頭 招募的勞工入伍 1940年 當時因為時局混亂犯罪率高 警方為增強警力 特別要再招聘多一百名警員 當年二十歲的呂落 和很多來自潮山的鄉里一樣 在三角碼頭做拉車仔 遇到警方來強行招募人員 據說警方當時威脅呂落說 如果他不入伍的話 就會沒收他的人力車 呂落只好無奈地加入警隊 相信連他自己也想不到他這個決定 令他一生從此平暴清雲 令他成為日後香港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之一 呂落因為學歷不高 只能夠從最低的傘仔 軍裝警員做起 1941年 日本仔就打到香港淪陷 進入日治時期 在這段時期 很多華籍警察都會逃回大陸未被日軍佔領的地方 逃避日軍的統治 據說呂落一家就回到鄉下海峰 而呂落就加入了鄉下護衛隊 到戰後的1946年 呂落一家再次回到香港 呂落就向警察當局報道 做回一名香港警察 到第二年1947年 他就調職到刑事偵探部 轉為俗稱便衣的集察 之後他受到當時探長陳鴨的賞識和提拔 在1951年博升為探目 也就是兩滑的警目 網上資料指出 呂落成為一名小隊長之後 在警界屢見其功 其中他參與的一次行動是 1955年5月31號晚 深水埗興華街 一間健身院裏面 有百多名14K黑幫成員 帶牌現席 舉行封著群英大會 突然被九龍偵執署長角倫 帶領旗下一眾幫辦 華探長 探目探員和一批警員 來到圍捕 總共有158名14K分子被捕 呂落只是其中一名參與行動的探目 不過現在很多網上的資料甚至傳媒就說成 呂落帶隊大破鑽石山14K黨 八人群英大會 其實鑽石山的行動 是同年6月1號警方掃蕩14K的另一次行動 行動中只是驅壓了33人 而且呂落並無參與 不過當年35歲的呂落因為反黑有功 再被稱為高級探目 由深水埗調去銅鑼灣 而在香港圖書館的新聞檔案裏面 最早可以找到呂落明治的新聞報道 亦是1955年12月11號 標題是警察當局舉辦偵緝人員訓練班 呂落等人獲推薦入營深造 訓練班為其8星期 是為受訓人員提供最新的刑事偵查方法 通常獲推薦入這個訓練營 都是警方致力栽培的警務人員 而當時入營受訓的 還有當時駐守尖沙咀的另一名探目 南剛 所以相信這個訓練營 就是呂落和南剛首次共事的一個場合 1956年10月10號開始 九龍及荃灣多處地方發生暴亂 大批黑幫和暴徒 趁火打劫 到處搶掠和引發騷亂 被稱為九龍暴動或者雙十暴動 港府需要出動駐港英軍 協助防暴和實施戒嚴 在10月13號 香港警方大事掃蕩參與示威的人員 總共拘捕了6千多人 據說呂落因為熟悉黑幫各社團的關係 都在今次掃蕩黑社會人物中受到高層的加渠 1958年 38歲的呂落就被稱為華探長 當年3月15號的新聞報道 警方宣布港96名華探長 當日在互調駐區 而呂落就成為新界區的華探長 和曾經提拔他的探長陳立同級 呂落做了華探長之後 在當年的報紙 不時都會見到他破案的新聞 在同年4月25號 他就親自率領幾名降探 先後在新界地區 拘捕幾名 勒索曾任保糧局和元朗博愛醫院主席 其後有足多名疑犯 起回警槍成功破案 而在同年1958年12月 香港商界名人兼前市政局議員 九龍巴士公司總經理雷瑞德 在預所被三名賊人行劫槍箱 軍動全港被稱為軍雷案 當時九龍警察大舉出動 緝拿多名再逃的賊人 而當時原本駐守新界的探長呂落 竟然也被奉召調往九龍偵查 可見當年呂落已經被受警方重用 不過功勞就被當時 被他低級的藍剛拿了 江湖傳聞當時仍然是一名探目的藍剛 自告奮勇 跟隨上司去捉拿劫匪的首領 擁有雙槍虎長之稱的李卓 當時警方曾經在碼頭圍道 和匪徒發生槍戰 藍剛衛免槍戰傷及無辜 就勸服了李卓投降 不過我翻查過其後的法庭新聞 藍剛只是拘捕了案中第五被告李樂 至於首領李卓 是在另一天 由曾約翰邦版和摩靈頓邦版 和李卓在一間房內講好數之後 李卓才被捕 不過藍剛和當時另一名探目顏紅 在這件案件裏面都有立功 反之跨環投離查案的呂落 在這件案件裏面 就沒有重大的功勞 然而呂落在警隊甚至社會地位 就一漸上升 1959年7月31日 呂落的祖母在九龍殯儀館出殯 當日親臨殯儀館或致送花牌 花圈的各界名人 包括來自各大社團 各大商行 各警區的唐人 各警區的探員 潮州各屬紅香會等等 現場超過一千人為呂落的祖母送殯 殯儀館外面的街道擠滿人群 場面虛陷可謂極盡榮愛 可見當時的呂落已經有一定的江湖地位 1961年 呂落在南丫島捉拿了一名謀殺岳府的兇手 並且在庭上作弓 1962年 當年42歲的呂落 進入了他在警界的高峰期 當年4月 香港警務處在港九兩區 設立華探總長的職位 呂落被升任為香港島的總探長 而南岡就升任為九龍總探長 兼管新界 自此呂落南丫兩人 就統一指揮了全港華探長的權力 在這裏我們先要解釋一下華探長 在當年的警方架構裏面是屬於一個什麽職位 在五六十年代的粵語場片裏面 曹達華和李鵬飛經常都會飾演探長這個角色 一般人的感覺就是探長在警隊裏面 是屬於一個很高級的職位 但其實探目探長甚至是總探長 這些職位名稱只是坊間和傳媒的俗稱 在當時的警務架構裏面是屬於最低級的援助級別 援助級人員即是包括警員和警左級人員 警左級人員就包括警務和警長 警務也即是坊間俗稱的探目 高級警務就被稱為高級探目 高級警長就被俗稱為探長 而甲級高級警長就被俗稱為總探長 而在甲級高級警長之上 就有多重級數的督察級警官 即是俗稱幫版的各級督察 而在之上的就是各級數的獻位級高級警官 包括各級的警司和各級的處長 所以總探長在這個架構裏面並不是特別高級 不過當時警官級的人員大部分都是洋人 他們需要依賴屬下的華人探員 深入社會各階層搜集情報和偵查案件 更重要是和各種黑幫勢力打交道掌控地下社會的秩序 以致從中獲取龐大的貪污利益 至於這些探長怎樣建立一個龐大的貪污集團 在稍後的節目就會詳細和大家講下 總之當時的探長以至總探長 都是屬於為低權重的職位 可以說是當時警隊裏面的一個特色 呂諾被作為香港島的總探長之後 進入了他警務生涯的高峰期 1962年12月16日時任港督柏立基著時 代表英女王獸臣受訓 呂諾榮獲接民地警察幼兒分賬 當時全港警察只有13名中西警官榮獲這個樹榮 呂諾就是其中一位相比之下 未獲分賬的藍綱就比較失色了 呂諾升為總探長之後 在很多案件之中依然親身上陣 1964年1月5號銅鑼灣大院餐廳發生 持槍匪徒打劫案 在翌日清晨 呂諾聯同他的上司 副警務署長醫師和一眾同僚 在一間茶樓 橋莊茶客包圍目標疑犯 時機成熟時探員一湧而上 制服疑犯 並且起出一支左倫手槍和一支鳥槍 呂諾有份參與的案件 很多都可以神速破案 甚至有專題報道呂諾報處破案的過程 很多人都可以在新聞中 知道警隊裏面有一名叫做呂諾華談長 在1965年1月就發生一宗叫做 真呂諾活足假呂諾的新聞 事源一名17歲 姓名叫呂諾出號叫探長的飛仔 聯同另外8名 身懷有刀仔三角錯和單車鏈的飛仔 一定在灣仔活道 和另一班飛仔講數 準備隨時開片 呂諾事前收到線報 就親自帶領港島區反黑組和反飛組 去到活道 將整班飛仔一網成琴 案中被告大部分有黑社會背景 當總名叫呂諾的飛仔 只有17歲 因為呂諾的大名 而將自己的花名改成探長 以增加自己的聲勢 1966年 全灣揭發一宗巨型雪櫃藏讀案 毒品總值超過1000萬港元 港九兩區總華探長呂諾和南光 經過三個禮拜偵查之後 於9月28日夜首落馬州 區獲藏讀案的主犯 參與行動的 還包括一名叫陳惠敏的警務人員 根據資料 影聲陳惠敏是1966年的確正在做警察 而且還做過數毒組警員 他們曾經在訪問中 大爆當年警隊貪污的內幕 這次行動中的警務人員陳惠敏 是否即是後來的影聲陳惠敏呢 再看回新聞的詳細內容 參與行動的陳惠敏 即是屬於香港區的偵緝處長 而影聲陳惠敏當年只是一名普通警員 所以資料秘密顯示屢諾和影聲陳惠敏 有沒有直接的工作上的關係 不過這宗千萬元的雪櫃藏讀案 亦可算是屢諾和南光 做了港九兩區總華探長之後 破天方合作而破獲的一個大案 而屢諾在多年後亦都講過 當年的所謂四大華探 只有南光可以和他平起平坐 其餘的他都視為是他的手下 1968年 屢諾向警務處提出退休申請 新聞指 屢諾在1967年已經有意申請退休 但適逢發生了六七暴動 屢諾感到肩負重任 責無龐貸 另有傳聞 屢諾在六七暴動之中 公職標柄 不過找不到詳細的資料 傳聞指 屢諾在1968年未夠五十歲就保處退休 是因為他意識到當時的港英政府 在六七暴動之後 將會有意改革社會 包括一次徹底的反貪風暴 因此他當時已經完成移民加拿大的手續 謀定後路 而屢諾在1969年正式退休之前 仍然破獲一宗萬福金行巨劫案 拘捕獨行賊 起回失裝 成為他退休前最後一項公職 一個月後 警察部和人二百多人 特別在旺角警署 為屢諾榮休舉行歡送會 我找到這段屢諾罕有的影片 是在寬信會裏面 由當時高級助理警務處長李斯 代表警察當局 致送一座黑友香港警察輝號 和黑友戴鳳榮休中文字的 22K黃金紀念座 給予屢諾作為警隊向他的致敬 同年10月 港九新界潮橋聯會 也都歡迎屢諾和南光榮休 並且致送禁盾的紀念品 參與者多達千多人 屢諾除了在警隊屢破奇弓 享負聖名之外 他多年來也都熱衷參與各種社團 公益和體育活動 令他在社會地位不斷提高 社團方面他就曾經任過 香港女市中親會 和旅港海峰同鄉會的會長 也都曾經以他父親的名義 捐助過米埔的農村學校 長洲的路德會託儀所 以及響應過一些救助學童運動的活動 體育運動方面 他曾經擔任過警察籃球隊 和足球隊的總領隊 退休後仍然擔任顧問 當時警察足球部的教練 就是一名警署警長曾啟榮 也就是藝人曾志偉的父親 曾啟榮後來因為涉嫌貪污而被通緝 逃亡至台灣 據說呂諾在住在台灣的時期 也經常有和曾啟榮聯絡 此外呂諾也曾經擔任過 香港籃球協會的副主席 自己也成立衛賓體育會成為會長 坊間不少資料都指 在60年代 香港甲組足球聯賽 其中一支勁女517球隊 就是呂諾的衛賓體育會 所成立的球隊 而517的球隊名 就是呂諾在當年灣仔白宮酒店 長期遭用和一班兄弟相以大計的鐵鬥 517號房而來的 不過517在50年代成立的時候 呂諾都只是剛剛稱為探幕 應該沒有能力成為一支足球隊的班主 我找到1960年報章上一篇文明確指出 當年有一群足球愛好者在灣仔好世界酒店 開造一間517號房作為聚集之地 後來他們組成足球隊 就以517命名足球名宿王文偉也說過 當年的517號房是在灣仔道的好世界酒店 並非是白宮酒店的 此外我也找到資料顯示 517球隊在1963年 因經濟問題面臨解散 幸好當時獲得馬長名流簡而稱兄弟 拔刀相助足任球隊的主任 而他找到經濟後台 找到一筆25000元的早班費 令517球隊絕著逢生 至於簡而稱所講的經濟後台 和呂樂有沒有關係就不得而知了 從大量多年來的新聞檔案和相關資料 在70年代初 香港爆發反貪污的廉政風暴之前 呂樂的公眾形象一直都十分正面 他除了是警隊中的精明幹探 呂破大案多次獲得家獎 甚至榮獲英女王秀芬 他亦在社會各社團和體育活動中 享負姓名 直至70年代中廉政公署成立之後 已移居海外的呂樂 被控擁有財富與官職收入不相情 而被通緝 直至1984年 綽號碧豪的大獨囂吳錫豪 在庭上作供篤灰 大爆呂樂當年是如何操控地下四大家族 建立一個龐大的警隊收規集團 據估計 呂樂一個月所得的貪污款項 就足夠在灣仔買到五六個住宅單位 前貪污警官杭德 亦指呂樂所貪的款項高達五億元 當時來說是一個天文數字 因此呂樂亦都被稱為五億元華貪 究竟呂樂是如何建立他的地下貪污集團 警隊各階層又是如何分裝 另外當年的貪污警隊 又是如何靠造馬破案的呢 建請繼續留意本頻道的 解密舊香港系列 將會繼續揭露五億元華探 呂樂的貪污秘密 他做過港督的隨身保鏢 接受過英國MI5反間諜訓練 是香港四大探長的上司 出任警察學校的副校長 成為當時警隊級別最高的華人警官 而他背後還有另一個特別的身份 就是在港英時期 潛伏在香港警隊十幾年的中國間諜 他叫做真超貨 在香港開埠以來最軍動間諜案裏面的主角 所涉及的層面被電影無間道 可謂水近深 本集搜羅當年的新聞報道和相關資料 為大家披露被稱為香港第一諜案裏面的案情 本集已經在本頻道的解密 舊香港系列上架 大家好我是神飛 敬請支持本頻道的高質解密製作 現在只要在影片下方按個超級感謝鈕 Superfans 就可以作出單次性的打賞 此外也歡迎點讚留言分享 有助提高本頻道在YouTube的曝光率 有空的話請看廣告 又或者加入神飛解密Patreon 就可以解鎖所有私密財蛋 以及瀏覽資料豐富的神飛X檔案 以及可以收聽所有完整版的後台開麥節目 直到更多解密的資訊